《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大家好 又是《向左望》的時間 黃博士繼續逍遙遊 所以我就被困在這裏 亦都多謝Bonnie小姐為我做首語的翻譯 講來講去當然是7月1日 我想RTV的觀眾在7月1日的遊行率非常之高 遊行率高自然是人習慣的 自己熟悉的東西特別感興趣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討論的都可以用電郵或各樣東西 跟我們溝通 7月1日 我今天搭車的時候就聽到李慧寧說 他就為那22萬人很不責 其實7月1日遊行散了之後有若干人 有兩股人最主要 一股就是人民力量 一股就是社民連和其他志同獨合的人 其實社民連被拘捕的人都是相對少的 只有十幾個人 佔的比率其實是十幾個百分之 人民力量那邊有100人左右 全部因為據說堵塞道路被拘捕 先後被拘捕 李慧寧說甚麼呢 李慧寧說甚麼呢 他就為那些遊行的群眾感到不值 就說你們這兩班人是搶了新聞 我覺得其實有對有不對 亦都無謂說不值 因為你說到不值的時候 就好像說其他人爭取去搶風頭 或者是騎劫過遊行 或者是在上面做了一個議題的遷見 其實不是這樣整個問題 固然那22萬人響應民陣的號召 或者基於自己的需要 就去了遊行齊口夾聲罵政府 當然每一年都會聚焦 本應未有這個替死機制之前 應該是說官商勾結、地產霸權、 評擊小圈子選舉、要求雙普選等 這些其實已經在遊行之前消化了 大家出來都是希望用一個可觀的人數 再重申這件事 怎知很壞不壞就應該替死機制 替死機制自然變成痛恥之的 其實那天我在路上 我們社民有個搭載的平台籌款 和大家說你好 其實很多人都會對林公公、曾蔭權、曾偉航給分 這三個人很明顯是掌握了三件事 一件就是一個兒皇帝曾蔭權 不僅是受中共政府的陰點 亦都要由香港有錢人的庇任 才可以做得成他這個兒皇帝 所以此不然他做的事就包含兩個因素 一個就是阿爺說他做甚麼就要做 一定要做 如果阿爺沒有說他做甚麼 他就可以自己在他的範圍裏面 根據他的好戶做事 換言之就是 凡是阿爺認為不應該做 大部分是會 但阿爺認為會挑戰他在香港的權威 如果阿爺方怕香港成為一個顛覆基地 他一下令曾蔭權就不做了 譬如雙普選 他就不做了 或者有一些阿爺都說沒甚麼所謂 你做就做 做得好些 或者做不好搞到天下大亂 他譬如地產霸權 曾蔭權當權之後 就是任人迷親 就是任祖 這個政治的醜用 這個人是這樣 曾偉雄就是所謂鷹派 主張強硬鎮壓示威者 當然因為他絕裂的表演 在7月1日遊行濫加條件 亦成為眾志之的 這個林公公就不用說了 他為了要上位 為了要做唐英年內閣的政務司司長 不惜赤膊上陣 是吧? 鋼銷替死方案 自然是成為眾志之 大家都聚合了 這三個人之可憎 其實是對於香港 走了大概是十四年的 十四年的小英子選舉 深呼痛著 亦都由於這些小英子選舉 令到原本壞的東西更加壞 沒有那麼壞的東西又更加壞 或者未發生的壞事都衰瘦 十四年以來就是 這個經濟繁榮的時候 我們無影無蹤 經濟衰退的時候就首當其衝 這是大部份中下階層的東西 所以當然大家齊口夾心罵他 這二十二萬人當然很齊心 這個問題上 但對於怎樣逼使政府去面對現實 或者怎樣將這個遊行的訴求 再加達一些 或者是令它更加顯壓一些 這就是那班遊行人士的目的 所以中間是不會排斥的 那二十二萬人遊行員 他不會像李慧琳那樣想 我行完長毛和毓民他們去遊行 令到我行的效果沒有了 根本是多餘的 他們的心可能覺得都不用那麼激 但他們心裏都覺得是 我們走了就繼續搞去 繼續做 其實當日兩批人都是不約而同 是要去到曾蔭權的府邸 所謂禮賓府那裏示威 要求他為了二十二萬人出來很強烈表達意見 表態 當然他表態 政府即刻表態 就說他不會撤銷替死機制 當然很憤怒 所以兩批人都其實要去曾蔭權那裏 這個大會沒有安排到 很多人又晚了又要上班 或者各樣東西他不要去 這兩批人合共大約是二三百人 其實不要說代表 他反映了那班人 希望特首出來說公道說話 希望特首能夠回應 那怎會有搶風頭之嫌呢 實際上 那二十二萬人的報道篇幅 亦不會因為示威減少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李慧寧說的話 有對有不對 其實如果好像包括我在內 那一兩百人覺得得天獨厚 是貪天之公覺得 這個是我們堅持下去 政府才做假讓步 固然是不必 但那班人走去騎劫了整個議題 做他自己的事也不用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大致上 你要看群眾運動 群眾運動裏面不同部分的人 自然會有不同的表達方法 但目標是一致 即是策略和戰術上不同 不構成整體整個運動的分裂 或者是背離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 這些少數人的活動 由於我們自己的不足 亦都不能及時通知到大家 第一不能夠事先說 事先說 我們便會受到警方的壓迫和劑撞 我們亦都不夠時間公開講 公開講了之後 亦都不知怎麽集合 所以其實在下一次來講 我覺得如果我們要再搞一些進一步的抗爭 其實在解釋動員組織上 是要做得更加好 即是將那22萬人裏面 一部份同意這個策略的人 是融立他們去到這個所謂後遊行的活動 我覺得其實解法就是這樣 但這個曾偉紅的講法顯然是 背離事實 這個就是很典型 警方指鹿為馬的講法 他就說遊行之後 兩班人一蓄意堵塞馬路 這個完全是錯的 第一個如果說人民力量 就是因為人民力量的隊伍 在禮賓府的後門受到鎮壓 他們停下來抗議 接著他們一路都是希望爭取 去禮賓府那裏示威 即是整個隊伍去禮賓府示威 當然我們要求證滿 但證滿如果二三百人 你就封一條車路就可以了 或者是可以安排到 那你為何要將那班人 圍住在一個交通要道那裏 其實兩批人都在那裏縱服 就是由皇后大道中 或者是由金鐘道那裏 想轉上去花園道 想去曾蔭權的家裏被攔住 那整方你到處都可以去 他就不能往特首的家裏走 很明顯他整個報防的意義 就不是怕示威者堵塞道路 他都不理你 堵不堵關我鬼事嗎 堵了就拘捕你 其實他報防的目的就是 就是任何的示威 比較大型的示威 任何可以聚眾的示威 任何可以比較清晰明瞭地控訴曾蔭權 政府是漠視民意官商勾結 剝奪我們的補選權 縱容地產怕權 這些示威完全不能出現在曾蔭權的門外 一來是特首覺得惡體 第二是如果聚眾之後可能會形成一個抗議浪潮 這是整個問題的重心 所以警方說我們蓄意去堵塞馬路 可能對可能不對 因為沒有人能夠知道我們的心 但問題是客觀是警方是以堵塞我們的去路 即是堵塞道路來堵塞我們的去路為終止 所以其實他堵塞了一條去路的時候 我們自然就在街上 他不讓我們向花園道的方向走 我們自然向另一個方向走 或者要是要後退 我們就移動了人民力量向前走 都是遭受到鎮壓 都是因為我們不服從警方無理的限制 大家要明白 你有幾百個警察對幾百 有三四百個警察對付二百個示威者 固然是優而為之 固然你對付一些 原本都已經是準備和平示威的示威者 即使他們有掙扎或反抗 亦都可以用訓練有數的警隊 即是國家機器的一部份 是將他們壓制的 有些和平抗爭 想著我肯定跟你打 自己給你抬 他更加容易 就算有些肢體抗爭 又內得他何何呢 我們沒有配備任何武器 去攻擊警察 即是說我們要去曾蔭權的府邸 我們不是用一個策略 就是要用武力打過用武力的方法 衝破警方的示威線 而要達到我們的目的 這是自己來的 第二如果我們要堵塞溝通 香港有何需要在22萬人遊行之下去做 其實在某一天下午突然有十多二十個人 堵塞紅隧或堵塞任何一條隧道 其實已經造成一個癱瘓 所以其實說我們堵塞道路 來去擾亂公安不顧他人的方便和安全 去達到我們政治訴求是完全不合理的 相反來說我們是被迫用和平的公民抗命 或者用這個政座被捕的形式 或者是希望用身體的力量闖開一條路走前 其實都是這樣 所以其實整個問題的重心是在於什麼 第一就是警察極之害怕有示威在特首府面前出現 才造成了這個困局 第二就是既然現在我們是阻隧的時候 阻隧是很輕微的罪行 你拘捕了我們之後用何勞師動眾 要將我們帶回警察局 打了手指毛拍照 而告我們一條相對比較輕的罪 我們就是阻隧罪 這不是浪費警力 不是對我們的打壓是什麼 所以其實一言以蔽之 在當日大家不要誤會 有一小撮人希望騎劫整個遊行 希望用他們的方法取代了22萬人 相反而言他們是將22萬人的訴求 用他們的方法貫徹和立喊出來 希望大家明白 沒有這個問題 當然如果我們部分裏面的人覺得 我們是好過那22萬人 起的效果那22萬人也是多餘的 因為沒有22萬人我們根本沒有能力 在那裏發起一個類似的示威 或者我們未去到的時候已經被衝垮了 所以22萬人和這一堆後示威活動的人 其實是無需要互相排斥或者互相批評 相反而言我們要考慮的就是民間團體 應不應該主動發起一些所謂遊行後的 繼續抗爭活動呢?譬如正座絕食 這當然是要考慮的 即是23個泛民派議員加民陣 再加其他民間力量 應不應該在將來有機會出現七一大遊行的時候 我們是有一個公開的解釋 有一個策略的分析 有一個號召是希望的呢? 其實這個問題在七一發生之後已經出現了 因為當時這個替死方案 是沒有被林瑞倫說會暫時各自不提出來 有兩個月的諮詢期 所以換言之7月13日包圍立法會就是一樣 因為那個階段已經過了 22萬人的大遊行已經顯示了我們的力量和意志 但政府要孤行的時候 當你再號召包圍立法會的時候 這個第二階段很明顯要號召包圍的人 就好像我當晚被迫去堵塞道路 他要說明他想做甚麼 他建議群眾做甚麼 他不能夠對群眾呼之之來 廢之之來 你來支持我 23個人在裏面演講 說得好就拍兩聲手掌 或者那些人學一下那些寶王派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這個問題因為林瑞倫和整個政府的 暫時解決了 但這個問題一樣會再回來 兩個月之後諮詢期可能都會強行通過 強行通過的時候 我們號召群眾出來做甚麼呢 我們有甚麼持續抗爭的方法呢 我們應否有其他政治的策略和目標去配合抗爭呢 例如我講的另一次的五區公投 或者是另外一些集體的抗議行為 你用立法會議員的政治份量 或者是其他學者 以照知名人士的份量 包括主教一些其他民間社會的領袖 應否集結在一起建立一個聯合陣線 就是針對替死機制呢 這是我們考慮的問題 只有這樣才能夠將我剛才所謂的搶佔主題 騎劫搶鏡頭這些無謂的紛爭解決了它 而我們當日被迫倒路或蓄意倒路的人 亦都要考慮一個問題 當我們沒有一個大的群眾運動 製作我們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的策略應該是甚麼 我自己覺得今天是一個解釋的時候 動員的時期暫時過去了 因為沒有迫切性 今天解釋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解釋替死方案的嚴重性 替死方案隱含背後的意義 是替死方案對大家的影響 這些全部都要去做 要下區去做 要在媒體上去做 要在民視媒介做論述的工作 我衷心希望大家可以做這件事 是為了兩個月之後的諮詢其介滿 短兵雙接的鬥爭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在這個每次的大遊行 都有所謂階級鬥爭的問題 我那天在遊行 然後在江樂道 剛剛我們移師到江樂道的時候 有一位我的朋友 亦都是所謂八壽後的其中一些領袖 就說現在我們階級鬥爭 其實這是沒有意思的 階級鬥爭 客觀上這個是階級鬥爭 因為大部份擁護舊制度 擁護腐敗的制度 都是得益階級 而反抗這些人 基本上也都是 就算他不是勞工階級 不是勞工大眾 他都覺得這個利益 這個社會的管治權 不能夠離開 不能夠背離 不能夠忽視創造社會財富的勞工階級 和貧富大眾 這個是正常 但是否實際上那天就是階級鬥爭 顯然不是 那麽多人裏面有幾多個真是做這個產業 無產家或者真是很窮的人 我相信有但不是大部份 所以你將那天的方法叫做階級鬥爭是錯的 第二就是你說要在街頭 我忘了口號是什麽 就是永守街頭還是什麽 守街頭怎麽守 你在街頭做抗爭 其實是經常都做的 只不過是有時我們做完之後就散了 如果你說在街頭要抗爭的話 第一個問題就是街旅之戰 街旅之戰怎麽做街旅呢 街旅是barricade 即是你找些燒車 找些車倒在這裏 我們全都不到這個水準 所謂街旅之戰的水準 更加不要說 發夢說城市遊擊戰 連搞一個街旅 我們都沒有這麽意志 沒有這麽能力 亦都沒有相應的設施去做 所以不能夠浪漫到 在街那裏坐 就叫做街級鬥爭 或者在街那裏坐 就叫做街頭的追逐戰 或者城市遊擊戰 這完全是兩馬子的事 因為如果你要做這麽事的時候 你有特殊的部門 你是要解釋為何要有這麽策略 你有沒有攻擊的目標 你有沒有佔據的目標 你怎樣號召人去解釋 就是我們要佔據街頭 由此亦都有受過訓練的人做這麽事 有沒有相應的通訊設備 連大聲工都分分鐘啞了 那怎麽搞呢 其實在外國真的有 意大利是一個繼續鬥爭的左派組織 在英國裏面 這個城市暴動裏面 去倒戴卓爾台的反人頭稅的運動 是有這麽事的 在大九廣場有人走上樓上 看著警察 怎麼動的 告訴他們 警察說有沒有搞錯 好像先進我們那樣 這麽事我們要考慮 不是發夢 等於做了少少事就擴大了它 亦都不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好像那隻公雞那樣 就是天天我提完就有太陽 如果我不提就沒有太陽 是沒有這件事的 各位朋友 當然我這樣說大家很不開心 其實香港距離一個真正的階級鬥爭 是相當之遠的 這就首先反映了在意識形態和理論上 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 或者親近無產階級和勞虎大眾的理論 建構都未形成 那怎會有這個運動呢 如果我們不形成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怎樣永守街頭呢 我們永守不到的 十五分鐘抬你便抬你 所以如果我們要永守街頭的話 即使我們要動員大量群眾 在街上示威 有目的這樣迫使政府要回應 如果不回應的時候 這個在街上的集結 以至守著街頭 就成為一個大家都承認一個合理正當的理由 所以一個社會的混索的合理正當的理由 用種種的理論去推論出來的 就叫做意識形態 當然在一個反抗的運動 或者一個革命的運動 也有自己的意識形態 所以在這一點上 我相信在將來 我們是要有所斟酌的 否則我們就等於走到另一個極端 就好像李慧寧的另一個極端 就說你幫我騎劫 其實我們哪有能力騎劫 我們永遠都會在一個大的運動之後 我們在那個魚波魚水 展現一下我們的力量 表達我們的決心和鬥志 然後將這兩東西浪漫化成為一個革命 或者階級鬥爭 其實大家是大可不必的 比如說很簡單階級鬥爭 第一件事是提高高人家的階級意識 提高人家的意識是怎樣呢 不能夠純粹在網上講幾句 你要去到社區或者工人聚集的地方 他們明白的語言解釋什麼叫階級 為什麼有階級之後階級會鬥爭 而這個鬥爭通常反映了有財產有權勢階級 壓迫另一個階級 而在常態社會裡面這些反抗是那麼靈性 是無辦法成為主流的呢 我們需不需要一個新的運動 這個運動如果是階級的運動 是否應該有階級意識呢 有無階級的組織呢 這些勞苦大眾的階級運動 和其他階層 譬如中小企、小老闆 以至上不到樓的中產階級的低下層 有無關係呢 我們爭取他的支持 令他反對呢 這些全部都是所謂 我們建立一個階級鬥爭的必備條件 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件事 即是派傳單又懶 想又懶 而黑凌於在大時大節上演下集的話 我相信這個目標是會越來越遠 現在講到這裡要展望 其實現在這個所謂替死方案反映了甚麼呢 替死方案很明顯是反映了一個核心的問題 就是香港的管治 香港由小圈子選舉 由中共陰點 由香港的有才有性階級去運行 指揮這些官僚去實行的一個半專制的統治 其實危機越來越大 就是無論在哪一個範疇 政府既然間要盡量將它傾斜去那些有才有勢 即支撐政府的階級的時候 每一個地方都開花 由屏風樓以至到無骨灰暗 以至到教育的問題 以至到地鐵加價 以至到地鐵變成為地產霸權 以至到金融財團和地產財團 通過銀行 通過各種金融機構的運作 變成了更加大的霸權 這些全部都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所以這些問題形結成成了政治抗爭 如果我們連一人一票去選舉立法會和政府 即特首及其政府都不行的時候 我想我們面對兩個問題 第一我們永遠都成為他人的真上之肉 第二由於我們沒有權力 我們現在享有殘存的自由人權 都會逐漸逐漸被侵蝕和剝奪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如果你要講階級鬥爭的話 其實階級鬥爭的其中一樣東西 就是甚麼呢 要記住就是政治是經濟集中的表現 這是列寧說的 即是我們的政治制度 即是我們政府結構由基本法 定立來的康架一個基本的政治結構 而去延伸出來的紫結構 即是說這個社會層層面面的 由政府用公帑定立的所謂法定機構 什麼慈善機構 其實都是一個權力系統 這個權力系統怎樣令到香港 大部份人的生活越來艱難 我們一定要做個否釋 做了否釋之後才能夠令到 這個我們現在說的 好像不是階級鬥爭的民主運動 表面上是沒有階級屬性的 才會由於勞動階級認識到它的處境 希望去改善才貫注到新鮮的血液 進入一條殘廢的血管 輸送到現在暫時霧氣沉沉 奄奄一息的所謂民主運動 才有能力令到我們看到的泛民主派 裡面產生一個改組分化 用一個新的方式面向更多的人 吸入更多有生力量去壯大民主運動 這當然也會涉及到中共的問題 中共的問題我講了很多次 因為中共今天除了是因為它 是收回主權的主體 即是中主國 而中主國是由一黨專政去統治 中共的統治延伸過來 它希望操控香港不會成為一個所謂顛覆基地 即是香港現在暫時殘存的自由人權 或者尿尿的民主制度一定不能影響大陸 它意思是進一步爭取民主 進一步爭取社會的權力的多元化和下疑 進一步推行要選舉而不是由委任 或者小英子選舉產生各種色色的政治工具的時候 一定是受到中共的壓制 第二個就是中共不單止是中主國 作為一個一黨專政操控香港 令到它本身在大陸的統治不受挑戰 它更加隨著近年來中共透過廉價出賣我們國家的資源 廉價出賣國人的勞動力 侵吞了由大家做出來的財富 即是國有資產 是形成一個很大的力量 它一定是會來到香港進行投資 以香港為吊板是跟世界資本書接濟的 換言之就是中共除了在政治上要操弄香港 保障它一黨專政之外 亦都有一個新的作用 就是它一定要在香港和香港的資產階級 或者在香港搵食的外國大財團 是共同保證香港的經濟制度 社會制度有利於它們的剝削 這是非常清楚的 你看看曾蔭權在2007年 即是我要做好這份工 即是我要做一份好工之後 你看整個政策 六大全家產業 形形式式其實就是分地 以產業之名去拿土地 而大量財富累積在香港進行沉足活動 就是通過銀行家和形形式式的金融機構 是盡量將我們的財富資產化、股票化 令到大家都要融入這裡 有錢的人就融入這裡 沒有錢的人就由於他們製造的通貨膨脹 由於他們製造的資產的泡沫化 我們的工資是受到通脹的影響 我們的工資不能夠跟回我們香港的國民總產值的上升 我們的資產泡沫的上升而獲得補足的時候 即是上下交精力,人工又不夠用 而我們人工漲得不夠的時候 另一方面就是物價表現為物價的資產價格 就是不停地上升 我們的混亂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泡民主派的政治分析 一定要透徹地看到這個問題 即是說第一民主的阻力就是在過去幾十年來 尤其是過去十四年來回歸之後 形成新的壟斷資產階級的財團的擴大和互相勾結 包括中資財團包括太子黨下來 這是非常重要的,他們是我們共同的敵人 第二個看法就是既然中共和香港的當權派太子黨 或者已經在各有企業找到頭一桶的人 既然間它是和香港的資產階級進行雙搬互換的 互相提攜的剝削 組成了這個中港全家產階級的共榮共存圈的時候 他們會不停在兩邊互相為對方的利益 冠賢詩說大陸的財團在大陸為港商的利益 拉他上去和他合作,而他們下來也是由香港的代理人 即是那班小院子選舉的背後操弄人的上流社會 在兩邊出行剝削,這個說了內地和香港的民主運動的 基本動力一樣,就是在這個權力圈裏面受到 這個載削受到這個壓制的人是必須要聯合起來 要解決一個雙方都面對的問題就是 兩地的金融資本、地產資本 以至到其他的商業資本或貨幣資本 是不停地在一個由少數人操弄的制度裡揭責而遇 越剝越深,好像臭筋剝水、剝皮 這個才是普通人去了解民主運動的必須性 以及內地和香港之間 兩地的人民團結的必要性 這個就是未來我們要考慮的就是 香港的民主運動、香港的 未萌芽緊的一個抗爭 未發展成為一個階級鬥爭 一個階級抗爭的運動必須要面對的 一個思想理論的問題 如果沒有這個時候,我們是很難去談組織的 如果沒有組織的時候,即是沒有力量 即是很難去談一個有系統持續的 擴散的、由約都強的一個全面的民主運動 這個全面的民主運動也都隱含著 就是被壓制、被剝削的階級 即勞苦大眾和勞工階級 他的力量的上升、意識的發展、組織的壯大 這個就是14年以來的七一運動的一個深刻的教訓 大家想想在2003年50萬人上街了 今天我們有22萬人,有幾十萬人去了哪裡 這些人是甚麼人?是否已經是死了心的人呢? 是否一些在當年負資產的中產階級 今天已經翻身呢?是否一些當年 是失業得很厲害的人,今天找到工作做呢? 是否一些在當年裏面極之憎惡董建華 現在覺得董建華去了參與權對他都不錯的人呢? 這22萬人,我覺得 其實基本上大致的思路 主題應該和我剛才分析的差不多 就是反對剝削、反對壟斷 要反對特權、反對專制 要社會的公義 要資源和財富的公平分配 無論是拿人工回去養妻活兒 或者拿完人工之後 政府給他們的製助 提供給他們的社會服務 令他們下一代能夠有更加好的發展機會 令他們不會用了百分之四十的收入去支付 撇一個淒身之鎖 這些全部的問題都在這裏 所以各位,向左望的意思就是 我們要從一個社會裏面 在生產的大循環裏面 大家的角色在中間扮演的角色是甚麼 即是在社會性分工裏面 形成了的利益分歧 這些利益分歧自然就會產生了一個衝突 這些衝突之間首先就是表現著 大家對社會的認識和想像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所謂分析 這些論述以理論的層面 而這些大大的東西 如果在天上的雲 大家說的事沒有人知道的時候 它是不會下雨的 它是不會好像雲多過頭的 要下雨要金淋 它變成一些及時雨去普渡眾生 即是在大地上受苦受難的動植物人類 我們必須在雲上找到一個相對應的 群眾覺得是切膚之痛的東西 就形成了一個所謂的綱領 一個行動的綱領 而在行動綱領之上 一定會有一個用理論架構 去承托、做基礎的一個政治性的綱領 這就是我們在將來建立一個 你叫它政黨也好 你叫它政治組織也好 叫它群眾運動也好 有一個必備的潛艇 我們不能坐在這裏就這樣說 沒有行動 亦都不能夠只是有行動 思想的巨人、行動的諸如一無所謂 但是行動的巨人、思想的諸如 亦都是視配而功半 我希望看向左望的朋友 或者現在很多左翼的朋友 能夠從這個角度去考慮問題 基本上一個群眾性的運動 抗爭運動、改革運動 以至革命運動 一定要在政治經濟外面提 即是我們要分析 我們現在整個社會制度的根本 即財富分配 我們的生產進行 而形成的財富分配、資產分配 或者我們的財富再分配 即是稅收等等 這些整個制度中間發生了甚麼 只有這樣 我們才能夠去搞一個階級運動 因為階級的意識就是 我們要明白在現在的資本主義制度 或者其他千變萬化的持有制的制度裏面 我們的維持在哪裏 我們為何要去反抗 我們為何要不單止反抗 有一個想像就是 我們可能有一個更加好的制度 去取代這個制度 所以我希望在七一之後 大家休息一下之後 希望大家能夠就這個問題 有些交流、討論 而去迎接那個替死方案 或者替死方案之後的所謂區議會選舉 特首選舉 以至立法會選舉 這個我相信正式的澄清和理論的 建設以制定相應的行動綱領 去令到勞府大眾普通人明白我們的主張 從而和他們聯絡壯大的組織 變成一股有更加廣泛支持的一股力量 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向左網講到現在這裏 暫時跟大家say goodbye了 我希望下個星期有個主題就是講法國大革命 因為法國大革命是7月14號 下個星期相對來說是接近7月14號 希望王博士回來可以跟我一起講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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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你告訴Airene iRead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